大家好,我是哈佛妹,张安荣 欢迎来到我的昆虫岛 圣诞节快到了 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做一个特别的节目 就是张安荣最喜欢的圣诞昆虫 可是圣诞昆虫是什么,又哪些 我想了很久,我真的想了很久 一直没有办法决定 我稍微问了一下Google 它说澳洲有一个叫做圣诞甲虫 就是一只圣诞节快到的时候会出来的甲虫 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哦,不是 我就觉得甲虫那么多 为什么圣诞节要讲 我们应该要讲一个比较 比较需要我们圣诞的时候去欣赏它 欣赏它,爱护它 喜欢它 的一个昆虫 所以我就决定了 我们昆虫岛的圣诞昆虫 就是... 其实看表题就知道 白鱼 我想你们想问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想到圣诞节的时候 我会想到一个小木屋 然后想到很多小朋友窝在秘乳旁边喝热可可 其实我们有一个圣诞节传统叫做圣诞采 就是圣诞夜 当天 如果没有壁炉 或者没钱之类的 可以打开电视 会有一个频道 专门在播这个 而木头最大的粉丝就是白蚁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白蚁是蚂蚁的一种 虽然名字很像 可是所有的蚂蚁有一个特点就是 腰很细 白蚁的话 腰比较粗 可能是过圣诞节 甜点吃太多了吧 嗯 那既然不是蚂蚁 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昆虫吗 诶 对对 就是一个很小很可爱 社会性的蟑螂 白蚁的社会很复杂 会有一个很大的白蚁草 里面有三种蚂蚁会分工 工蚁在外面找东西吃 嗯 冰蚁很强大 要保护白蚁草 嗯 生殖型的蚂蚁 要 蚂蚁跟蚂蚁一样 身体会喷出一些化学物 跟彼此沟通 饼干 我们都知道蚂蚁喜欢吃木头 但是 木头里面有很多生微素 大部分的生物 包括我们人类 跟其他的动物 没有办法消化这个东西 所以 白蚁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不是他们自己在吃 是他们肚子里面的细菌 帮他们消化掉 哦 饼干 跟哈佛妹一样 白蚁不太喜欢天气很冷的地方 他们比较常出现在热带地区 像台湾 白蚁在台湾很有名 可是在国外更红 尤其是一个叫做台湾乳白蚁 他大概一百年前 侵入了美国 现在算是国际白蚁界的大明星 台湾之光 我们会把它称为超级白蚁 因为它一个白蚁槽里面 可以有好几百万的白蚁 这个是其他物种的10倍左右 算在一起一个白蚁槽 一天可以吃差不多370公克的木头 我刚刚算了一下 大概是这么多 它是空的 可是 还是 满 有没有很厉害 大概大概3个月可以把你整个房子给毁了 而且当他们决定了要定下来的时候 不管你做什么 不管你多么的努力 你就不会把他们干走 没有办法 sorry 而且 听说台湾白蚁的品味蛮高级的 之前有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有一个台湾女生 想要出国留学 然后辛辛苦苦的存钱 存了8年多 大概存了100万台币 或者150万 很多 很多 然后他把那个钱放在他的保险柜 有一天想要看一下 把保险柜打开 发现里面的钱全部被白蚁吃掉 所以今年圣诞节的时候 如果要存钱给朋友买一个很大的礼物 我鼓励大家把钱给银行管好了 好 那大家觉得白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吧 可是我拍这个圣诞昆虫影片的时候 我想到了另一个还蛮适合的 就是你们知道吗 我们圣诞节那天就是前一天晚上 不是 诶 知道什么 圣诞夜的时候 在美国每个家庭会准备一些甜点 就是烤饼干或者之类的 然后会放着他们 隔天起床 小孩子跑出来之后发现都被吃掉了 大家都说是因为圣诞老人来你家送礼物的时候 会肚子饿 所以最好是要准备一些东西给他吃 当然长大之后发现是给爸爸妈妈吃的 可是我就想说 半夜来你家吃饼干的昆虫 有哪些 当然就是蟑螂啊 吼吼吼 爱你哦 所以我张爱荣祝你跟你家里的蟑螂 圣诞节快乐 然后希望大家这个时候都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 等等等 如果你想要跟我聊天 那当然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到我粉丝专业找我 我常常在那边闲聊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是想要谢谢你们 最近几个月拍这个频道 真的是我生活中蛮开心 为什么 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想要谢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对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